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做豌豆凉粉 我用的是这种去皮的豌豆 200克豌豆 简单冲洗一下 然后隔夜泡水 家里温度比较高的话,晚上放到冰箱里 第二天,豆子已经泡开了 把泡豆子的水倒掉 豆子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之后,放到搅拌机里 用一个凉杯装900毫升水 后面所有倒入豆子里的水都是从这900毫升里倒出去 这样的豆子跟水的用量是固定的,你比较容易成功 而且你每次都能做出来效果均匀一致的豌豆凉粉 从凉杯里倒入一部分水 刚刚没过豆子 低速开始打,然后转到高速 我一共打了20秒 把豆子打碎,但是不用打得特别细 不需要用纱布过滤 用孔洞小一些的金属过滤网就行 一点水把搅脆机涮一下 这个过滤的速度很快 水大概过滤下去之后呢,把200里剩下的水分两次倒在豆渣上面 目的是为了冲洗掉豆渣上面的淀粉 全部液体过滤下去之后就可以了 全部液体过滤下去之后就可以了 打去表面的浮沫 用刮刀扣个底 你看,盛在下面的就是豌豆淀粉 还有一些豌豆颗粒 把淀粉搅起来 入锅之前的最后过滤一下 加入一点点碱面和盐 加入一点点碱面和盐 没有碱面不放也可以 开中火一直搅拌 加热豌豆淀粉水的过程跟做其他凉粉都差不多 因为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淀粉糊化的过程 慢慢的你发现淀粉水开始变得浓稠 这个时候到达了它的糊化温度 大概是60-70摄氏度 把火调得最小 搅脆机打出来的淀粉颗粒 会比你买来的纯淀粉颗粒大一些 所以这个搅拌的过程要长一点 大概10分钟左右 最后淀粉水变成质感有点透明 稠糊糊的状态就好了 倒入一个干净的容器里 勺子抹平 然后室温放凉 大概4个小时 早上做下午就能吃了 这个凉粉已经完全放凉到室温了 撒一点水 轻轻压一下 边边就脱模了 倒扣过来 再撒一点水就不粘刀了 切成小方块 从豆子开始做的豌豆凉粉 会带有更多的豌豆香味 打碎过滤的过程中 都会有一些漏网的豌豆颗粒 跑到淀粉水里 但是正是这些细小的豌豆颗粒 赋予的豌豆凉粉更加丰富的味道 简单拌一个凉粉水 葱花 蒜泥 生抽 香醋 香油 和辣椒油 最后加一点水 吃的时候把调料水倒在凉粉上 最后撒一些花生碎 夏日里来一盘爽口开胃的豌豆凉粉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 我们下集再见